Hello,大家好,我是素颜芒果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适合戴眼镜的时候画的一款妆容 说到戴眼镜呢,肯定就会有很多人说 哎呀,嗯,为什么啊,戴眼镜的时候还要化妆呢 当然,这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啦 我个人是觉得越是戴眼镜的时候 我越是要化妆,认真的化妆 因为我自己度数比较高嘛 我是有500度的近视 戴上眼镜以后就会显得整个人 很呆 然后状态很不好,很没精神 然后又会显得眼睛特别的小 所以说我一般戴眼镜的时候呢 反而就是会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这样让自己更加的自信 如果你是那种戴眼镜的时候就选择不化妆的人呢 那这个视频可能对你就没有什么帮助啦 我自己呢,是觉得戴眼镜的时候最重要的 一个是眉毛,然后是眼线 因为戴眼镜的时候刚刚讲了会显得眼睛很小 所以说眼线一定要化好 睫毛膏也还比较重要吧 就把睫毛刷得翘一点 还有就是腮红的部分 我觉得腮红特别重要 很元气 再加上眼镜会挡住你脸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一般就是戴眼镜的时候 腮红都会化得稍微重一点 我第一次尝试这种 在镜头里面尝试这种漏肩的衣服 因为我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会跟今天眼镜的妆容比较搭 但是因为我整个人就是没什么肩膀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妆容的部分吧 那妆前我还是用这个万年不变的 Nix的这个Angelville 已经快要用完了 我想要赶紧把它用完 妆前上完了以后呢 就进入粉底液的部分 粉底液呢 我最近一直都在用这一款 这个是Makeup Forever的那个水粉霜 然后它是更新之后的这个版本 我的色号是Y225 本来想买235的 但是235一直断货买不到 所以我就只能买了225 它比我的肤色要稍微再白一点 我之前为了搭配就是这个水粉霜特意买了Sigma的那个平头的粉底刷 就是F80吧好像 我之前也在淘宝上面买过比较便宜的那种粉底刷 就是会有刷痕 凸显我的毛孔 想买一个比较贵一点的粉底刷 看看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在淘宝上买的那些刷毛不太好啊什么的 但是我用Sigma的那个它还是有一点凸显我的毛孔 可能因为毛孔问题比较严重嘛 所以就不太适合用粉底刷来上妆 用手上我觉得就挺好的 就是它比我的肤色要白一些 我上粉底就是一般不会涂脖子 第一个是很麻烦 第二个是它会蹭到我衣服上 因为录视频的话我等下还是涂一下脖子吧 我觉得它在我这儿就算是一个好用的粉底液 但是没有到让我惊艳的程度 7分7.5分的样子吧 不知道涂脖子有没有用 因为我今天录的肩膀 所以我肩膀还是很黑 涂了你过没有 每次用手涂粉底液总是怕没有涂晕 这就是上完粉底液之后的效果 就它对我脸上的瑕疵呢 就起到了一个大概均匀肤色的效果吧 但是泛红还有毛孔的问题都还是能够看得到 然后黑眼圈的话 因为我本身黑眼圈就不是很严重 所以说黑眼圈就还好 用它的话我都会再搭配一个遮瑕 今天用的是Clection的这个遮瑕液 我的色号是3号Warm Medium 我遮瑕的话就涂在眼下的部分 脸颊这边有点泛红 稍微涂一点 这个遮瑕液其实是有点偏黄的 遮瑕呢我们就用Eco Tools的这个海绵蛋把它拍开 你们看这个遮瑕液它其实是偏黄的 对了这个遮瑕液在拍开的时候一定要快 不然它很容易就干掉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就是这个遮瑕液 然后涂上了以后我发现我海绵蛋忘记洗了 然后我又去洗海绵蛋 回来再拍开的时候 我的天哪 完全拍不开 我当时就只能卸了妆然后再重新上 顺便把脸上的粉底液也把它 再让它更均匀一点 那粉底遮瑕都上完了就到定妆的部分 定妆呢我会用到两个产品 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Rimo的Stay Matte的那个粉笔 然后我的色号是001 Transparent 然后搭配Elf的这个小的小刷子 粉质相对来说没那么细腻 它控油效果还蛮不错的 所以我一般会用它上在T区这边 跟我一样是混油皮的话 戴眼镜的话这两边鼻翼的这两边 一定非常容易卡粉底液 所以说我一般就定妆的时候会重点定 就是你眼镜架着的这个部位 然后顺便戴戴眼下 鼻子这边我都会重点定妆 因为我的鼻子真的超级容易出油的 如果你只是直部定妆的话 那用这种小刷子还蛮方便的 其实那个水粉霜呢上完之后 皮肤完全不黏 所以说你如果是干皮或者是秋冬季节 不想定妆的话也是完全OK的 但是因为我是会有皮嘛 所以我还是习惯要全脸定个妆 脸上其他的部分呢 我会用这个Laura Mercier的这个散粉 来定妆 把它倒在盖子里一点 然后搭配这个我之前在淘宝购物分享里面 讲到的这个Mickey Plum的这个粉扑 把它这样塞进去 然后打圈圈 揉搓一下 让这个散粉能够均匀地粘在这个粉扑上面 采取按压的方式来定脸的周围 那底妆的部分呢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我们会 我会用一个NYX的这个Micro Brow Pencil 就是超级细的这一款眉笔 来画我的眉毛 我的色号是06号Brunette 那我的头发的颜色不是很搭 它在我脸上稍微有一点偏红 我的眉毛今天可能会看起来有一点习惯 无所谓了 这种极细的眉笔就是很好勾勒你的眉型 但是它在甜色方面呢 可能就没有砍刀型的那种更方便一些 先画下面这一条线 然后再慢慢地往上面勾勒 我的眉毛其实属于比较少比较淡的那种眉色 戴眼镜的话 画眉毛真的很重要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画眉毛都很重要 眉毛就这样完成了 我已经尽力了 哦对了 其实我现在是有戴隐形眼镜的 我有戴一个透明片 如果我不戴的话 我完全看不到屏幕 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说我现在有戴隐形眼镜 上一个眼不打底 这个还是Urban Decay的那一个 轻轻拍开的 就你不要去使这个蹭它 它会很容易涂不匀 然后一坨一坨的结块 下眼镜也会带到一点 我的眼皮好像还蛮容易出油的 因为如果我不上眼不打底的话 我戴妆一段时间 我的眼影就会糊成一坨 来上鼻影好了 MAP的这个Wedge 这个 然后我用的是Real Techniques的这一把 Base Shadow Brown 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戴眼镜的话 鼻影不是很重要 也看不太出来 然后我会戴到眼窝这里 戴眼镜的话 我一般眼影都会画的特别特别的简单 我今天的眼影呢 就准备只用一个颜色 就是Kiko的这个 我超级喜欢的这个47号 全这样 这个颜色 一般我眼影如果只涂一个颜色的话 我都会选择这种哑光的眼影 如果你涂一个珠光单色的话 会显得你的眼皮有点肿 刷子是Morphe的R39 如果只涂一个眼影的话 我就会用一把这样子的大刷子 顺便它就可以直接帮我晕染 我觉得戴眼镜的时候 其实眼影真的不是很重要 反正也会被眼睛遮住 别人也看不到你眼影到底画什么样子 稍微加深一下眼窝 然后让你的眼皮看起来这里有个颜色 这个颜色其实上眼之后 它的棕掉会更明显 在盘子里的时候它其实红调还蛮明显的 我看到有弹幕讲说感觉我好像只画了一个眼睛的眼影一样 其实是因为我两边双眼皮的宽度不太一样 左眼的双眼皮比较明显 右眼边比较窄一点 所以说就看起来两边眼睛的妆相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可能还是跟我技术有关了 我觉得Morphe的这个R39真的挺好用的 既可以用来上色又可以用来晕染 眼窝应该就比之前要深邃一点 然后眼睛稍微看起来更有神一些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眼线 还是那个Essence的眼线胶笔 然后色号还是已经被磨没了 好像是02号Hot Chocolate 我真的很喜欢用眼线胶笔了 眼线叶笔我很容易手抖 你们看我的眼型 眼尾其实是有一点向下的 所以说我一般眼尾不会往上扬 我就会顺着我的眼型 眼线胶笔的缺点呢 就是你可能眼尾画不了特别的精细 这个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它 我们先把另一只眼睛也画好 眼线完成之后呢 我还会又把这种刷头特别特别小的 这种小刷子 这个是Elf的Small Smart Brush 然后把这个眼尾这里稍微再 拉长一点 其实它跟你用那个指甲去刮它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用刷子可能更方便一点 好 对吧 画的眼线是不是很不一样 Excel的这个睫毛夹也是我上次推荐过的 这个睫毛夹也是我上次推荐过的 把底膏干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先画一下修容的部分 如果戴眼镜的话 我觉得修容的部分没必要画的特别浓 我们就自然一点就好 用到的还是Benfit的这个HOOLA 我已经用出超大一个坑了 我的目标就是赶紧把它用铁盘 然后就可以买新的修容了 刷子呢是Urban Decay 仿Urban Decay的这个斜角刷 任何一把斜角刷都OK啦 其实它这把斜角刷其实比较松散的 所以你用来打腮红其实也可以 我一般是都会从颧骨下方这里开始 然后晕染到下颗骨这一块 Benfit这个HOOLA其实我觉得是 既可以用来做修容 又可以用来做bronzer的那种 它的颜色其实没有特别冷 所以说你用来打bronzer也是OK的 我建议的腮红呢是这个 就是还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一块 HM的Deep Brown 衣服老师划下来 下面这个 其实跟我的眼影还挺搭的 所以我准备用这一块 坑坑洼洼兔奥不平的是因为我之前 把它抠出来的时候 它碎了 刷子是Eco Tools的把腮红刷 应该是腮红刷吧 这把刷子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好取粉 然后就化出来腮红就会很重 然后再加上HM的这一款 它本来颜色就比较深 然后也很显色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手轻一点 颜骨的这个位置开始 先轻拍一下 好 看一下 撒红的颜色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就是这里红红踪踪的 然后你们看其实我涂完Kate的那个睫毛打底之后 我的睫毛已经很长很翘了 就其实不需要再后续涂睫毛膏了 但是为了妆容的完整性呢 我们还是涂一个睫毛膏 好 睫毛膏呢我们用到的是Benefit这个roller lash 我也是想要快一点把它用完 当时Kathleen超推荐它的 所以我以为它会非常的好用 但是用下来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我的下睫毛特别的容易晕 所以我今天就不涂下睫毛了 我只涂一个上睫毛就好 对了 还有高光美大 差一点用吧 高光我用到的是Rae的这一款 我买的色号是Kathleen 用过最喜欢的高光 目前为止最喜欢的 它是一个这种香槟色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粉压得太松了 香槟精稍微偏白一点的那种高光 但是你看它这个粉压得很松 感觉我已经用了它半年了 其实我才用了一两一个月的样子 高光刷呢就是 我之前做淘宝开箱的时候 买的这个CC家的这个高光刷 我觉得这个刷子真的好好用 特别是它刷毛特别的软 你看就是它家这个高光取粉 就是稍微轻轻占两下 整个刷子上全部都是这个高光粉 但是它家的高光是我用过 最不显毛孔的高光 你看 不知道相机里面明不明显 但是现实看就是有种 波光零零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像BECA那种 特别高调的 它就是很细腻很细腻 应该能看到吧 画眼镜妆容的话 高光也没有很重要 但我今天就是特别想给你们展示一下 唇膏呢 我今天也选了一个非常低调的颜色 就是MAC的这个Taupe 它手臂湿色其实是偏那种砖红调的 就如果你厚涂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达到这种非常深的颜色的 但是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所以我用它一般都不会厚涂 好 现在就是我整个全脸的妆容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不戴眼镜的时候的状态 等一下呢我会换成眼镜 框架眼镜来给你们看 如果不戴眼镜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日常的这么一个妆容 那这个就是我戴上眼镜的样子 可能会有绿光 就是因为我这个是真的是有镜片有度数的 会反光的耶这个眼镜 好烦啊 哎呀 怎么还是有光啊 好 这样就比较好了 这个就是我戴上眼镜之后的样子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妆容的重点 第一个是眉毛 眉毛我觉得是任何妆容的重点 就是不管你化什么妆 首先眉毛一定要化好 然后其次呢就是眼线 眼线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戴眼镜还不化眼线的话 整个眼睛就会显得非常的无神 睫毛夹翘 然后刷上睫毛膏也会放大你的眼睛 然后唇膏呢 我觉得就不建议大家选那种 特别出跳的颜色 我觉得就选一个日常一点的颜色 因为我最近都没有买什么太多新的化妆品 回过之后 因为我在英国真的买了挺多东西的 我觉得化妆品这个东西 就不求多够用就行 妆容教程的话 可能也都用到的是一些重复的化妆品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反光超炎症的 我只有这样子才不会让反光在我的眼镜里 好烦哦真的 怎么样它都会在我的眼镜里反射着一股绿光 这样看起来我真的好像个瞎子 这样会比较好吗 我这样也并没有啊 再见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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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又打虾了 你又打虾了你 嗯 你是不是要收我家了 嗯 姐姐 姐姐 你收我家了 姐姐 你能不能 是吗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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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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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